去把那个活动的影片 自己拍出来 然后变成影片 自己你可能拍照拍完照变成影片 而且记住哦 我只会教你们就是很快速 也许十分钟我就做完一部影片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 例如说脸书上面 然后就直接发动出去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希望就是说我们日后是把那个活动 把那个活动全部都记录下来 所以下一次下个礼拜一 我们就是要教公务影片制作 脸书行销 那我们今天继续进展到 这个地图规划了 地图规划在讲义的第十六页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好 例如说我现在一样先回到我的云端硬碟 然后假如我现在希望在我这个 这个孙再阳电脑教室网站里面 我建立一个什么地图呢 我想先介绍台北市台北市的地图 所以在台北市这边 那当然我就会以旅游的目的 来去建立一个行程规划 例如说假设我一日 我要在台北市玩一天 那我可能第一站在哪里 第二站第三站 以此类推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张 做了一张 这样子要旅游规划 等一下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们来去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从A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一站 然后接下来继续坐车 或者是搭公车 然后到B B这一站 然后C 然后回来到D 再到E 这就是一个行程规划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 好 那我这边我就先关掉 首先例如说新增 在我这个孙在阳电脑教室网站下面 我去新增一个Google地图 Google我的地图 在Google我的地图里面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要学会就是 针对档案都会有档名 那针对这一次的行程规划 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地图名称 举例来说我们叫做 这只是为了上课方便 什么最爱文物古迹 深度旅行 好 那例如说我设的点是台北 然后接下来呢 看你要不要输入说明 好 例如说 12月15号好了 储存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把这个名称跟说明都打好 在建立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面有新增图层分享分预览 因为通常旅游可能不只是一个人 可能会有两个人三个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加分享 这个人加分享 那你是要把这一个行程分享给谁 那你就要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他的电子邮件 好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蛮简单的 所以这边我就不去设了 好 那接下来这边有新增图层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重点是我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一个图层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有第一天的行程 有第二天第三天 你可以以天为单位分别建立图层的概念 就是第一天的图层 第二天的图层 那我们如何把那个地点放进去 放进去的方式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你也可以直接在用汇入的方式 把澄清哪一个档案把它叫进来 哪一个CSV或者是Excel那个试算表 都可以汇入资料 那个Google地图也可以 Google地图 好了 那重点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 因为我现在建立的是以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这边是有分别的 比如说 我假设我是怎么去 怎么样去建立这个行程 所以这边新增一个路径 新增一个路径 比如说我用开车的方式 我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是 故宫不务院 好那我就直接输入故宫 那各位你们可能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我是责任故室 我虽然是要去士林区 可是拿几个点 我先把它设好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是行程规划 因为这边它不锈出来 好吧 那我再换另外一个方式 例如说这边输入故宫 例如说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应该是上引水场 点它 然后呢 把这个行程新增进去 点一下进去了 好上引水场 然后再新增 再新增 我再做一下 因为应该是直接点它 然后就直接进去 第三个是士林关底 就直接锁士林关底 点它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 可是现在我们是不是 C这个点 我要到它 这是士林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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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过来 再新增 例如说 这个是中列词 中列词 然后直接在这边选择中列词 它是不是A B 然后到C 然后再到D 最后士林观光夜市 士林观光夜市 好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A B C D 全部都有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地图 地图你可以去预览 去观看一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它的路径规划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甚至 甚至 我这边 我举一个 我举一个国外的行程 我没有 我居然没有贴上 例如说 这边我已经做完了 这边我已经做完了 那我就可以 把这一个部分 我就先关掉 例如说 最爱文物古迹深度旅行 我就可以关掉 因为 在我的这里面 就会有一个 最爱文物古迹 随时你都可以再把它打开来 这些我刚刚先把它关掉 你看这是我刚刚建立的 全部都在这里面 这样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路径规划 那甚至你可以去 随便找一个什么旅行酒吧 因为这个网站我觉得蛮不错 就是说他会去收集行程 旅行酒吧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随便找一个 去日本玩的行程 可是你如果是看那个 假设我今天我就搜寻日本好了 搜寻亚洲的日本 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 这个关西旅游五天 就这里面有很多 你甚至 甚至你可以直接这边搜寻 搜寻 假设你要去北海道 这个季节去北海道 然后假设去六天 然后他是怎么走的 你在这边随便找一个行程 可是你去看这样子一个行程 五天关西 好我点下去 他就说第一天 第一天他去什么关西 国际机场 好类似这样子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 稍微做这个路径规划 比如说复制 这个旅行九八还不错是 他这边都有一些图片 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简介 就是针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简介 甚至你不要这个路径 都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替换 然后第一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你可以这样来继续做切换 好 那这个网站是我们在排自由行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网站 叫旅行九八 然后我接下来 因为我是要介绍我的那个日本关西五日游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关掉 然后新增一个Google地图 好然后直接在这边你就去输入 例如说日本关西五日游 好然后 好假设我随便编一个日期 12月18号了 好储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直接去设路径 直接去新增一条路线好了 好那这边 这边只有开车 也许我们可能是做捷运什么 做大众捷运之类的 第一个就是关西 关西 国际机场 所以不花时间打字了 关西国际机场 等一下好了 这边 日本关西国际机场 然后接下来第二站是 第二站是关西周 他去买关西周邮券 然后接下来他又跑去买什么大阪周邮券 然后接下来他从关西 然后到奈良公园 可以吗 就是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奈良公园 然后接下来再新增 新增这个金凡宇治车站 金凡宇治车站 找不到 好我们先跳过好了 他现在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再到 中村藤吉 本店 应该这边就是用走路的方式 好 依此类推 我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径规划上面 旅游规划 然后我们可以去了解Google地图怎么使用 这是第一个 你们可能大概知道 但我们在公布上面应用应该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去士林什么地方什么里 然后详细的地址就必须要打出来 然后接下来第二站准备要去另外一个 哪一个需要关怀的那个地址 依此类推 好 那我这边我还要再特别强调讲一下 因为这是网络的东西 所以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直接关掉 其实这里面它就帮我们建立了日本关西五日游 所以这边快速点亮一下 绝对这里面 刚刚所设的那个路径都是存在的 好 那这个 至于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假设 假设我们现在不是看到路径吗 你现在看这边 你把B跟C对调 B跟C 假设我们原本排路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排 好 例如说那个先到关西国际机场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金板宇治车站 然后再到这边 A B C 然后D 这样好像在走那个回头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又会再把这个先后顺序对调一下 A B C D 可以吗 这个两个是容易先后顺序对调的 还有你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是我对于这个行程不满意 我可不可以修改 可以 因为我对日本不熟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改 就是 假设 假设我今天我设计好了 我从台北士林 然后接下来 我又回到西门町 然后再回到东区 类似这样 那中间我可能可以插入去某一个地方 类似这样的意思 或者是我把中间西门町 西门町再换掉 换成 例如说直接到台北火车站 那个楼上去买伴手礼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边盘 我想这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或者是说 因为天气的关系 你可能已经排定了 可是可能当天因为天雨 下雨 所以我们不太方便到山区 是不是又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边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好了 那我想 如果 如果啦 这种基本的地图 我们可不可以再修改 例如说这边有几种 例如说看那个 这个是空照图 空照图 或者是 看那个路线 路线 刚刚预设是这一种 好 我想 我想大致上就是让我们 大家可以知道这件事 未来呢 有没有可能做到 例如说结合那个 拥塞程度 因为Google Map 它本来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只是我们在 Google的地图里面 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到这样子的内容 可是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打开那个Google Map 它是可以把那个拥塞程度 用那个 虚线 实线 告诉你拥塞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 甚至 甚至在这个地方呢 你会不会希望说 假如说今天关西国际机场 如何到这个金板宇治车站 是坐电车还是坐 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Google地图 但是假设你今天 你的手机安装那个Google Map 它就不是这样子了 那是Google Map 这是Google地图 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未来一定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那是Google Map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手机上面那个APP 它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像你就可以 现在我们从8月份还是9月份 我假设我要去什么地方 它都可以告诉我还是有几站 然后到哪一个地方去转 例如说假设我要去新店好了 这边我到新店 它就会告诉我说 最短距离我选择做捷运的话 它到例如说中校 应该说是什么 民权什么站 然后再去转 它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现在教的是Google地图 它什么时候结合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可以把它更人性化 全部都都在一起 因为我的意思说我现在教的是Google地图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对于Google Map的使用 那我有做好影片可以上网去看 就是我就觉得说假设同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所有的功能全部都还不搭在一起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微软也是这样玩 那个Google公司也是这样玩 期待有一天 甚至希望它整个绑在一起